而国民党的总统参选侯友宜今天到了日本东京展开一连串的拜会行程 今天第一个行程到东京妈祖庙 拜会也曾经接待过赖兴德跟柯文哲的庙方主委詹德勋 把妆意味非常浓 接着他到了国会议事堂 拜会了20多名的日本议员 比柯文哲6月10访日还要多人 侯友宜一下飞机就受到许多侨胞热情迎接 还送上捧花 这是继2007年马英九访日后 国民党又再次有总统参选人参访日本 面对热情侨胞一一热情回应 访日第一站侯友宜来到东京妈祖庙 而庙方也曾经接待过访日赖兴德以及柯文哲 第一站就选择展现侯友宜的重视 预祝我们侯友宜先任能够高票当选 跟我们未来的总统讲一句话好吧 谢谢 直接喊侯友宜是未来总统两人互动很热络 不过主委詹德勋4月才接下赖兴德 关东信赖台湾之友会的顾问 现在算是侯友宜把庄成功了吗 愿意当侯市长的顾问吗 然后选择的话我当选 最希望谁当选 选的那一天来票投下去那一次 我就自己决定 德兴兄跟很多台湾的好朋友们都非常的熟悉 也是我们台湾人非常敬重 在日本我们法侨界里面 想当当的人物 下午侯友宜拜会日本国会 只是这回日华肯干事长谷物龟斯 在脸书宣布确诊无法出席 改由日华肯代理干事长 利浩使带着参众两院 一共20多位国会议员跟侯友宜见面 台湾应该会半年降低风险者 台海安定 台湾安全 日本安心 访日第一天拜会日本国会出席的议员人数 比上个月访日的柯文哲多了 十几位也算是给足了侯友宜面子 记者上文杨维拉东京采访报道 谢谢大家